大家好,我是Paulo,沃玛开研学校的老师。 欢迎你们和我们学习怎么考试。 今天我们研究一下佩洛亚外国人大学的意大利语考试,专门为了长期居留。 OK,今天我们看一下B试的部分。 B试分三个部分,A,B,C,R,B,C。 我们今天研究一下A,B,A,B。 A,什么意思?A就是阅读,B是写作。 这门考试的内容都是关于怎么说生活习惯。 OK,我们看一下。 OK,Parte A,开始阅读。 我们有那个AET,AET是什么?就是连线。 OK,我们这里有一些广告,然后下边有一些图片。 所以我们提供一点点。 OK? 我说我们可以看一下Diagati,OK? Diagati是, questo mese in offerta,solo periSociCorp,un vino bianco,fresco e profumato. Ottimo non solo con il pesce,provatelo. OK,所以我们看一下是哪个图片。 那肯定是A,OK? 这里有那个Cope,白葡萄酒,有个大蛇,然后有飞蛇鱼。所以应该是这个,OK? 所以第一个Diagati是连线。可以有广告,有图片。 看一下A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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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连线。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的一部分,然后旁边有第二个部分。所以我们要有线。 我们看一下Diag,Diag,Numero6,Diag,OK? KheneDiag,然后我们看一下哪个设计的。 Diag,然后你会找到F,DiUnaPizzaStasera。 所以这句话是KheneDiag,DiUnaPizzaStasera,PuSantainnane。 A3我们应该干什么?这个也稍微难一点。 这里有一些广告或者其他的课文。先读,然后选A或者B。 或者这里有一个广告关于租房子。 A4A4干什么? A4A4我们应该填空。 然后我们遇到ParteB。 ParteB是什么写作? 这个写作困难。比如说Di,我们需要回答一些信息。 比如说PrimoSNS。 KheneDiag,都会这样做。 在这个考试,就是AR水平考试,最重要的入法点是过去式,第二的部分就考过去式,经过去式。 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,我们已经做好了的一些东西,在昨天我们做的事。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名字,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名字。 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名字。 我们写了一个名字。 我们写了一个名字。 你好,Elena。 对不起,我没有打电话。 因为我必须做很多事情。 我起床了7点。 到了8点。 我继续了一个名字。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8点半。 送Nicola她的孩子去幼儿园。 然后9点我们去超市买东西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名字。 我们继续了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名字。 我们继续。 在这个名字。 我们在这个名字。 我们说我们称器。 然后我们在这个名字。 然后我们在这个名字。 所以,我们在这个名字。 我们将来架考证。 還有寫作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視頻 你們覺得有用 那你們申請我們的 平台 如果你們在羅馬 你們可以來找我們 跟我們準備考試 然後在這裡考 OK allora ci vediamo alla prossima Ciao ragazzi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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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點